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和大家推荐一个打击乐的音色 一个音源 它是一个Big Fish出品的 叫做Street Percussion 就是那种就像那种街头艺人 在街头那种打击的那种感觉 它的你们音色也比较特别 什么筒 盆这些东西都有 如果你想让你的乐曲当中 打击乐的音色比较特别 你就可以试试叫做Street Percussion 这个是由Big Fish Audio出品的 当我们打开这个音源以后 你会发现键盘上面 花里胡哨的 全是各种颜色 彩虹色的 怎么用呢 其实有几种用法 一个是让单音 我们就在钢琴窗里面去编解奏就行了 就当做它是一个个的音色 这个键位都是对应的在这边 都对应在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 你也可以去改变它的音色 打开这个就可以在这边任意选择 选择时候会有给你的一个视听 这边也是都有很多 你都可以去慢慢的去选 这是一种玩法 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在这个里面去编辑 就像一个古迹一样 你先编辑它的节奏 编辑好以后 你就可以按住紫色的地方 紫色可以切换不同的节奏 因为我们第二个频道是没有编的 没有编节奏的 它就不想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编 你可以编 随便编 我这边随便加点点 然后你这边可以点一点 随便点一点 随便点一点 你就可以按住这个它就会响了 一个是这种玩法 最多可以让你加载八个音色 然后还有八个通道 这样子的话 就是有八种打法 你说一首歌里面 你的这个打法超过八种 那这首歌不是乱七八糟的吗 对吧 正常情况下很少 然后这边还可以慢倍 还可以慢速 这边是选beat 你可以任意的去选一些beat 这边是显示的力度 你可以让它显示这是力度 你可以随时的去调整它的力度 然后可以显示这个长短 就是打一下就闷 就停止还是是个音 一直延长到下个音响起 这个是长度 然后这个是pan 你可以调整它的声响 在这边可以来打一下 左右而响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是音高 这个是reverse 可以反向 某个音你可以让它反向一下 这是delay 可以加点delay 但是这些都是效果的音的话 我觉得就没必要在这个里面去加了 下面这个是edit edit怎么使用 你选择一个音色 完以后点edit 你就可以刚才我们刚才显示的那些效果 你就可以在这边单独的对每一个音色去处理 只不过它相当于这个的一个 这个完整版吧 现在你在这上面 你只能选择显示某一种 在这个edit里面 你就可以把它这些 刚才显示的这些效果 全部在一个界面里面显示 最后是一个调音台 这个调音台支持多轨的分轨导触 就是你如果想为了方便后期混音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个每一个通道设置一下 然后发送到不同的这个调音台 然后导触来的时候就是单轨的声音 就不会就不是把所有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了 总的来说呢 如果你是习惯于用这种loop的方式去编节奏的话 这个调音还是不错的 音色还是相当丰富的 而且比较特别 喷啊鼓啊 过碗瓢盆都可以打 它音色还是比较多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光一个channel里面的话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音色给你去用 反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 确实是很好用的 因为它这边beats就给了你很多 你就可以自己的不停的 你就可以不停的自己去换这种beats 不用设计了 特别对一些不会打鼓的朋友来说的话 这确实是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然后下面这些颜色呢 就是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这个轨道 你看比如说这个第一轨道 这个第一轨道是红色的 它就这边 这几个这一块是负责第一轨道的八种演奏方法 这个黄色的是负责第二轨道的八种演奏方法的切换 以此类退 这个音源的学习成本并不是太高 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试试 好这期视频呢 就给你推荐一个打击乐的一个音源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